大家好 我是猫博士 今天我们来讲鸟 世界上大约有9000多种鸟 如果说到其中有哪些鸟会飞 我们会想到老鹰 海鸥 麻雀等等 不会飞的鸟 我们也能想到鸵鸟 企鹅 儿鸟 家禽等 但如果猫博士问你 有哪种鸟是既不会飞 也没有吃饱 你会想到谁呢 请你把想到的生物搭在公屏上 看看谁是最聪明的人 没错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奇异鸟 可能会有人好奇 猫博士吃的鸡都有翅膀 鸟怎么会没有翅膀呢 其实这并不稀奇 早在几百万年以前 地球上就生活着很多无翼鸟 它们体型庞大 身材挺拔 其中巨型孔鸟更是被称为 世界第一高的无翼鸟 但随着生物的不断进化 它们都逐渐走向灭绝 如今我们只能在博物馆中 看到巨型孔鸟那完美的骨架 唯一仅存的那就只剩奇异鸟了 奇异鸟生活在南太平洋上的岛国新西兰 奇异鸟的英文都做Kiwi 这主要跟它的叫声很像 正是因为稀少 奇异鸟备受真爱 它也是新西兰的国鸟 大家可能会纳闷 奇异鸟没有翅膀 那岂不是很容易被天敌吃掉吗 奇异鸟之所以能被天敌吃掉 这全是因为人类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大约在8500万年前 由于地壳运动 新西兰和大陆分离 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肉食动物 不能漂洋过海 在新西兰除了蝙蝠 没有其他本土哺乳动物 奇异鸟即使不再飞翔 也能获取食物 新西兰瞬间就变成了 奇异鸟的室外桃源 从此以后 奇异鸟就更加的放飞自我 到最后索性连翅膀都不要了 其实这也能理解 这就好比一位富二代 自打一出生就拥有万贯家财 他要不想奋斗 咱也不能多说啥 毕竟条件在那摆着呢 而且翅膀还阻碍了奇异鸟 在灌木丛中快速移动 所以奇异鸟就变成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无翼鸟 对奇异鸟来说 对它们威胁最大的是狗和白柚 而这两种生物 恰恰都是人类带来的 所以猫不是说 奇异鸟之所以能被天敌吃掉 全是因为人类 这一点毛病没有吧 奇异鸟浑身长满蓬松细密的羽毛 双腿粗短有力 虽然它们性情温逊 但是发起脾气来 那可不得了了 一脚就能把同伴踢出两米远 撒鸭子跑起来 时速可达16千米每小时 奇异鸟的汇又长又尖 长度约为15厘米 鼻孔长在嘴巴的顶端 嗅觉非常好 可以嗅到地下十几厘米深的虫子 然后用爪子或者嘴巴 把它挖出来吃掉 这么长的嘴巴 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功能 每当奇异鸟休息的时候 它的嘴巴可以充当第三条腿 如同三脚架一样 把身体牢固地撑起来 奇异鸟体长约为50厘米 别看它个头不大 但它的蛋却大的惊人 大概有400到450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 雌性奇异鸟体重才4斤 一颗蛋就长了四分之一 这就好比一位人类的母亲 产下了一个约30斤重的宝宝 相对自身体重的比例而言 奇异鸟的蛋绝对是所有鸟类中体型最大的 不过产这么大的蛋 对雌性奇异鸟的生理压力也是巨大的 在卵子发育完全的30天里 雌性奇异鸟必须吃三倍于正常量的食物 直到下蛋前的两到三天 巨大的鸟蛋几乎占结了体内的大部分空间 把胃都压缩小了 这时候 雌性奇异鸟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奇异鸟蛋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科学家们分析 在人类引进新物种之前 新西兰很少有地面的食弹掠食者 但有很多食鸟的飞行掠食者 所以巨大的蛋意味着 幼鸟孵化时发育的更完全 甚至一出生就已经准备好奔跑了 这种赢在起跑线上的幼鸟 能更好地躲避天敌 在小奇异鸟出生后的半个月里 还可以靠体内残余的蛋黄生活 以便安全度过脆弱期 除了没有翅膀 但大一点以外 奇异鸟还是情侣和夫妻们的榜样 雌雄两只奇异鸟一旦结合在一起 往往一生只此一个伴侣 雌性生完宝宝后 后面的孵化过程完全由雄性负责 猫博士看了都羡慕不已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更多动物科普内容 点关注到主页即可观看 我是猫博士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接着讲 神奇有趣的动物 敬请关注